官方剛在FB上發布了這張圖預告明天的GNN 沒錯 大家投票的結果水獸黑金要來啦 我覺得官方這次在技能設計上會很難 如果這張黑金要賣得好的話 勢必要贏過目前的獸醫線克洛儀 克洛儀那個超猛追打加內建無視拼圖要超越實在很難 更不要說克洛儀還有進場CD-6這個功能 而且克洛儀還是單邊隊長外加超大牛棚龍獸妖都吃得到倍率 我看這隻水獸黑金要贏的話真的會很辛苦啊 讓我想到比較有可能的做法大概就是變身 或者是融合多個獸一線到二線的能力 畢竟官方前陣子有自己說出黑金一定會大於白金這句話嘛 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用神魔卡貝邏輯來看是挺合理的 所以說啦 如果真的搬不出強度也不夠無腦的話 到時候要嘛被燒 要嘛就是整個神魔又涼涼的感覺 總之今天就是把這個水獸黑金消息帶給大家 大家對於水獸黑金還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